《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下半場又開始 無家者世界盃 香港版本18號CP座王德全陳有槍 和Sunny Allen和李德能一起談談波經 上一輯也有說 因為足球很開心 一定開心 有一看就更開心 我覺得香港人在很早期的時候沒有什麼娛樂 足球是一個很大的娛樂 所以藍牙會 足球能夠去到一百年歷史 就是嘉賓 好像你最初說 我就是很喜歡 有什麼好做 就是踢球 沒錯 所以我們亦有很多社工朋友 都關注透過足球的理念 就是同一群失意的人士 令到他重拾信心 其中一位就是Alan Alan 你踢過一輛07年踢完 你覺得無家者世界盃 曙光足球隊的概念對你自己有什麼得著 得著 團結一點 團結一點 決心大一點就做 即未踢球之前 未加上球隊之前你踢不踢球 有空就踢 有空就踢 當時學校 家庭都給不到你一種團結的力量 家庭 因為我小時候都搬出去住 所以家庭感比較少 學校呢 老師同學那方面呢 沒有 通常我都是暑假參加那些 什麼的清分計劃 可能連媽媽都叫你學游泳的時候 我又不去 就去踢球 可能媽媽說踢球矮的 兒子不要踢球 但我覺得媽媽現在 人們踢球這麼高 怎麼會矮呢 但為何加上球隊會令你更加團結 其實開始練球很辛苦 因為這麼久沒有 這麼大量的運動之後 而且之前 人們是出去玩 你很不頂時的 但回來後 每個星期要練幾個小時的球 又要有多久 你不像踢界球一樣很懶惰 其實有些什麼都說 你踢外面的球不適合 就可能說錯誤 罵人 但這裏 什麼都不開 又有規律 聯邦沒有錢 沒有錢 踢球也是沒有錢的 沒有錢 你怎麼維持你的生活 那時候是有 那時候是要靠政府的 剛才的時候 之後 一邊練球的時候 都找到工作 有一陣子 又闊別了隊友 剛才好像有人說 都會有一個面試 我還記得我面試完 已經是失了鐘 不是失了鐘 是 回了工 接著 恩船 阿東跟我說 你入選 我這樣怎麼辦 我上班了兩個星期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 那你怎樣抉擇取捨呢 那我就問阿東怎樣 你問阿東 是呀 阿東 阿東是怎樣去的 是呀 我問阿東 救救隊的那個乾媽 是你爸爸 是呀 他說 我覺得你應該去見識一下 是呀 我記得直至到機場 我媽來的時候 我媽還很猛然不知 你去哪裡 去那麼遠 為甚麼踢球要那麼遠 去得不可以的 終於問我 阿東當然是走出來的時候 我以為我媽問你 哪來的錢買機票 是呀 其實阿東當然也解釋給你 為甚麼會 是你兒子在做甚麼 那你去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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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喊過膠罵過膠 打過膠呢 即是那對球 說真心吧 有一場球 都挺深刻的 可能大家都 可能我體力都不夠的時候 就好像森尼江是一個 三上兩個防守的賽事 我記得我們攻完球之後 要被人反攻 反擊 我記得人們反擊的時候 我們沒有隊友在後面 沒氣勢的 我對著三個是別人的球員 我進不出來 我總共被人射了三腳 三腳才入球 即是頂了兩腳 但之後入了球 那些隊友才反擊 我記得踢完之後 阿東也不開心 開會說你們要做甚麼 說你們看到隊友被人射 好像鬥手牆一樣被人射 其實我那一刻有無怪 可能大家都有大家的難處 為甚麼不能回來呢 難道我說你為甚麼不回來 即是可能回來後 會否代表不輸球呢 我覺得是否代表輸球 會繼續輸球呢 我又覺得不是 但他們除了這次的教訓之後 以後是否每次都盡力回來呢 不得脈叫換人 即是不會死定 因為這個球賽是無限換人 應該教練有這個位置 他如果不回來後 應該知道他磨氣 知道他只是踢前面 應該換 新年你會不會跟教練有這樣的 或者跟球員立定這個規則 如果我去那兩年 因為我去那兩年有結智的專業教練 所以我跟他的分工很清晰 場外的東西我會處理多一點 但場內的調動 我們會完全相信教練的專業決定 例如他看到有球員狀態不好 或者可能他看到他疲累 或者在戰術上找另一個球員去踢 會好一點 這個調動就會全部教練 落到場的時候就會指揮 明白 我們不問他去到世界盃 怎樣走出去玩 反而問習中班的訓練 你覺得那麼多屆 那麼多人參與這個足球隊 那些人進進出出 你覺得令到他們的得盡在哪裏 阿東爸爸周圍 餵仔 蠟仔 心醉包 不是想著叫他們回來踢球 一定是有個主子 以及想著將會怎樣 目標 沒錯 如果從球員去個人看 其實我們最希望他們參加了這個球隊後 他們有一個家的感覺 這個家的感覺就是 因為我們接觸這群球員 或者這群老宿者 其實他們很多小時候 可能已經離開家 或者父母已經離異了 他們其實可能是一個很孤獨的 過體地生活了很多年 工作了很多年 但希望透過這群球員 大家有球員 大家互相支持 令他們有一個團體的感覺 有一個類似的家的感覺 但當然 如果我們可能齊花花和人鬥球 其實這對球的意義不是這樣的 我們都不定期 譬如有團體想邀請我們 其實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都有一個使命 希望宣揚一個正面的訊息 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要人生有目標 有鬥心 譬如特別是我們球員 其實近幾年 會除了說老宿之外 可能他們有些個人行為的問題 譬如說之前有些是吸毒 有些是病態賭博的情況 有些上網上很厲害 或者有些是有理財的問題 但他們踢完之後 他們會用一個過內人的身份 譬如他們會跟一些 譬如是戒毒團體或是戒毒團體 他們會交流 希望會避免一些 譬如是青少年 或者是接受戒毒療程的朋友 他們會知道 其實去你也可以 那我也可以 其實這對球的社會意義就是這樣 希望宣揚多些正能量 令到多些人可以重途回正軌 你們豈不是整對足球會 應該多些去不同的地方 宣揚這個精神 德藍會不會有這個使命 將來推廣這個工作 不是只是一路由年頭選吧 然後其實 確實是有這個計劃的 現在我們過去每一年球員 有時多或是少 十個十二個左右 加上現在那麼多屆 都未夠一百人 明白明白 不過當中 我猜這些社工底 他們更加明白 不是每一個個案都一定是成功的 但是其實幾個裡面有一個成功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禮堡 我沒有 好像他們落手落腳 真的接觸他們每一個球員 但是我見到很多好的例子 是令到我繼續留在這件事裡面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真的見到一個曾經因為難倒 跟家裡鬧了 跟子女關係很疏離 跟太太沒話說 經過了這個過程之後 回來做一份正當職業 我每一年見他出來做義工 兒子抱著他 我說我覺得 喂 不是最大的回報 其實所謂人影響人 其實就是我想這件事 最重要的一個中心的理念 也因為這個理念的緣故 我們其實就希望能夠集中 過去那麼多屆的球員 仍然可以留在我們這個隊伍裡面 我們將它組成一個足球會 希望這個足球會日後 能夠自己辦比賽 在不同的地區 有不同的NGO 一些非政府組織 可以都將更多這些受服務對象 就是組合給你 通過足球其實是一個媒介 那麼他將這個比較正面的信息 和這個所謂的正能量 是更加一步步的擴散 同時在後面 如果說我做什麼的話 我就希望我可以幫到手 在社會服務這個層面以外 比如在傳媒 或者在其他的界別裡面 也都引入多一些有興趣的朋友 有心的朋友 可以令到整件事 在社會那個 這個覆蓋面越來越闊 那Alan 你有沒有機會 跟新進來的球員 分享你的經驗或者心得 這幾年我記得 在米蘭那一年我開始有陪你去操練 陪你操練都可以 因為也有傑子的教練來 去和你操練 可以減肥 會見到一年同一年 會見到很進步 就是可能 開頭的時候 只是在老嫂這個群體上去 去恩選球員 和現在很多群體去恩選 看見到每個隊友的技術都會一好 會不會是大家不同的圈子會不同呢 其實都是團結的 大家都是要支持的 那群都是團結的 說到這裏我想特別提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個香港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不只是一群人 大家可以站在周邊看他們 其實我們歡迎大家一起參與 你不能無緣無故跟香港的代表隊提強球 但是跟他們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我們歡迎你約戰的 越好球越好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經驗 就是看到 無家車世界盃 我們的代表隊有一個特點 其實全世界都是 他們不能做三朝元老 五朝元老 踢過三屆世界盃 是不行的 在這個無家車世界盃裡面 一生人只可以踢一次 所以每年的香港代表隊 都是全隊更新的 每年的香港代表隊 都是缺乏大賽經驗的 教練回來 我問他們的表現 通常他們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 一開始很緊張 可能有點協償 頭一兩場球 在大場面不太集訓 所以我們現在在集訓的過程 我都很希望 如果有些專業的球員 好球的球員 不如我們多給不同的對手 他們在香港 豐富了他們的比賽經驗 出去其實有幫助 所以其實這個互動的關係 我們都歡迎大家 主動舉手聯絡 我們都可以的 歡迎挑戰七人場 現在打四人場 其實阿東找到我 我跟阿東都很熟 因為我負責幫他預訂場 是啊 然後我幫他 全家裡的幫助 煤氣和警察 和柱江足球隊 交流過 我說到這一點 香港人很支持 我要拿回這件衣服 究竟香港政府的支持力度 足不足夠 先問一下Sunny 先說香港政府 籌款籌款 下個星期又要踢籌款賽 企業可能 企業利用心 一起關懷行動 會支持 政府的態度是怎樣 我公道地說到 其實他都有幫過手 特別我們平時 每一個 例如每個 即合訓那些 一個星期 踢兩次踢訓 其實康民署那邊都有 長地提供 都很好的 但是你說政府 會不會再多支持呢 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的 譬如我們其實籌委都 籌組 會不會在2014 可以搞一個 即本地 香港搞一個 國際的浮雞世界盃 我已經搞了在沙頭角給你聽 不會 他是很適合這個比賽 要搞一定的中環 而且搞得很有意義 他們國際那邊都說 如果搞成 就是亞洲裡面 第一個城市 去搞這個活動 所以其實意義都很大 找一個籌委 因為我們都是亞洲第一個派對 去參加毛家姐 世界盃的地方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件事上 是先鋒 你還要提到的問題 我覺得 或者這樣看 對整個政府來說 其實跟我的經歷一樣 由最初 未聽過 直到 聽完 需要一些時間 去認識 和投入 我覺得過去那幾年 其實政府的態度 都是正面的 不過當然 都要慢慢慢慢 去解 究竟我們在做的 是一件什麼事 還有得出來的 是一個什麼的效果 而我們如果要去主辦 世界盃的說話 現在是三年後 我們很希望爭取到 其實我們自己 很有信心的 人力物力 我們都不擔心 但由於 如果你作為一個 世界盃的主辦城市 那個是需要有 政府真正明確地表態 我們這個地方是支持 舉辦這個項目 才可以成事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很努力 希望向 民政事務那條線 甚至是 食育服務那條線 這兩條線的方向 去爭取到政府 真正能夠落實 只要說一聲 是政府支持這件事 其實我想我們 作為這個 木家車世界盃的主辦城市 是指人可待的 政府支持 那政府要不需要 貨錢 我們其實這個計劃 不包括要政府銀錢的 我們是預算在社會上集資 在民間上籌款 當然政府我亦都相信 他不是因為沽寒 捨不捨得出錢的問題 錢每人拜六千元都派 香港政府大把錢 我們仍然等待他 政府後皆因 如果他們在政府的立場上 應該支持這件事 其實我猜他們在籌款 這個方向上 亦都一定會幫到我們 因此我經常都覺得 時間表會是怎樣 木家車世界盃 會找主辦國 都應該有一個機制 這件事的好處 就是他的機制 是比較彈性大 就不同 奧運會在世界盃 他的新辦的機制 非常複促 提出了幾年 有什麼新辦書 不是的 而是在國際的核心裏面 其實大家都是一群有心人 所以很多時候 都是通過協調可以解決 譬如說 波蘭 他有興趣主辦 他曾經其實都想 跟我們爭取同一年主辦 但是通過協調的話 大家同意 這樣嗎 不如這一年我們等一等香港 如果波蘭 你2013歐不可以 所以其實也很早 決定了2013年 是波蘭 至於2014年會怎樣 其實都挺看香港的 因為這個體育 體育城市就不是帶來那麼大商業的企業 所以不是那麼多國家 就說一定要那一年 一定要那一年 這樣 可以透過足球有儀賽 大家協商一下 今年我明年你 大家輪流來做 我想如果你說 這個是一個旅遊項目 吸引一百幾十萬遊客 是不切實際的 轉播權也都不會 但這件事是比很多大型體育城市 我覺得更突出的一件事 就是它那個社會的效益 因為你通過這件事的參與 幾乎是一個全義工的項目 我想德哥也是其中之一 你會很明白 大家還是很開心地去參與 如果我們將來有機會 作為一個主辦城市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最少有48個國家 會派到來香港 只是單是我們在義務工作去配合 帶這幾十隊人 處理他們的衣食住行 以及起居飲食生活所需 我們已經是需要多少的年輕人 多少不同專長的人去參與 那個義務服務的精神 通過這個項目 其實那個發揚光大的情況 會比很多項目更勝一籌 剛才聽說 他的開幕禮又不是極盡奢華 絕對不奢華 開幕禮是怎樣的呢 Alan 你有說嗎 其實是四十多個國家 球員可能穿很整齊的國家的衣服 就是在市中心就這樣走 沒有表演 沒有表演 沒有煙花 有表演就在那裡喊 對 就在那裡唱歌 對 就是在這個區裏面巡遊 對 對 加連麻會式巡遊 令到市區中心的當地市民 都知識有這個運動即將的舉行 對 還有如果你在國際上 雖然說這個不是一個 全世界的傳媒都很關注的項目 但其實它有曝光 所以這個項目 如果刻意地說 對香港的城市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最大的收益 就是通過這些媒體 你會被全世界感受到 你到底是不是一個好客的地方 你到底是不是一個有關懷的城市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去讓香港告訴別人 其實我們 我們是否歧視人 我們關不關心人 對這些弱勢的一群人 我們其實有什麼態度 其實你做一次東途主 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讓你告訴別人 其實是這種關懷愛心的行為 其實想問一下 去這些比賽 多不多傳媒去採訪報道的呢 都多的 例如澳洲那年去決賽 其實網上也有直播 亦有很多電視台去訪問 其實你看到 我們香港曾經有一個新加坡的導演 將我們香港隊06年的集分 導出比賽性的過程 拍成一個紀錄片 都獲獎 除了香港之外 其他國家那些 譬如菲律賓 法國那些地方 都有很多不同的 documentary 整成出來 就是關於這個 無家姐世界杯的活動 香港簡直有電影改編 對 今天市場好像沒有記錯 我想問一下 先問一下 我覺得挺特別 剛才我看見你有些照片 別人國家那些有些女球型 究竟香港 我們又有女教練 你說我們一個很嚴肅的女教練 我們香港有沒有女球型 有沒有女子隊 我想問一下 暫時就沒有了 暫時就沒有了 接下來會不會想想這件事 或者補充一點 如果我錯了 Sinnie 補充 其實有女子球員 是因為試過 當年大會接過女子組 所以才有些國家派女子組 並不是男女混合 去比賽 但後來 辦了一年之後 接著就沒有再 最近那年巴西也有 就是又恢復了 在最初出現有女子組的比賽的時候 我們其實確實考慮過 派了女子組去 但在香港 由於沒有這個背景 所以都需要醞釀的時間 其實要組織一班這樣的球員 特別是東方的女性 難度會高一點 你將她組織起來 還要告訴她 你要踢球 所以當我們正在醞釀的時候 到下一屆 其實她就沒有再扮女子組 因此工作人員 那時候就沒有再扮 其實外國女子組比賽 通常都是南美國家 以及非洲的為主 例如非洲那邊 可能女子沒有什麼機會接受教育 她就可能透過一些活動 讓女子可以有機會接受教育 或者接受一些培訓 這樣就幫她們 說回今年 還有幾分鐘 今年在哪裏踢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等等 今年是巴黎 巴黎 剛才說說說說 我們什麼時候預備好的 多少個球員呢 我們都是八個球員 一如雨晃就 但是那八個呢 那背景是怎樣 還未知道 因為接下來 在細選中 先說說星期六 星期六日我們有一個慈善賽 就是在旺角麥花省比賽 星期六下午兩點到九點 星期日早九晚五 如果各位有時間可以支持一下 看看香港隊的實力 會不會用這個比賽去看看 選擇 這個是其中一個平衡 我們其實已經有十多個球員 正在集訓 然後我們搞這個慈善賽 除了籌款之外 其中一個目的 都是想透過這些活動 讓他們有機會實戰 以及重中看看他們的表現 然後 慈善賽之後 我們還有面試 面試完之後 籌位就會再決定 到底哪八個出發 為什麼要進行面試呢 特能的 踢球而已 好球就要踢 沒錯 如果你正常去爭世界盃 應該是好球的 但由於無家姐世界盃 最後的理想 其實並不是純粹要踢球 以及拿成績 拿成績對我們來說相對是次要 我們最希望在過程中 能夠通過人影響人 令女球員的生活態度 變得正面積極一點 最重要的是 你今次在整個隊裏 你要是一個有承擔 有責任感的 所以過程完結了之後 再需要 由這個籌委會裏 真的逐一逐一 而且不是談三兩分鐘就完結 是比較仔細地了解 去評估 當中我們也有社工 有不同的專業人士 其實肯定我們代表隊的成員 都是帶著一個積極的態度 西村機制會否令到他們 肯定有些人有挫折感 會不會 會不會 都不會 因為基本上 有些人會 邊緣替補機制 你世界本有三年 但我們世界本有一次劇 如果西村去不了的話 都可以繼續保持下年 還有我們 有部份球員可能是 因為個人問題 但其實有部份 其實我們都真的 我們會考慮的東西就是 因為今次去的旅程 其實都會 大家都說過錢也挺多 我們籌委會考慮 到底哪八國去 對他的得著 會比較多 可能有些球員去不了 不是因為他沒有努力 而是相對來說 可能對某些人來說 他今次去的話 他的得著或成長會比較多 所以就會考慮那些球員 然後如果下一次的話 可能下年或之後 我們都會 我們沒有黨內集 我們會繼續開放 其實整個篩選過程 也挺有挑戰性 有挫敗感 其實真的不容易 有成功感 真的很考驗 如何出到線 即是已經在香港出到 經常有發過 又要好波得黎 或者不好波得黎 又要跟輪選的委員交流 人生經驗 有幾個月的集訓 雖然沒有規定出席率 要有多少 出席率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因素 因為反映出你是否負責任 對這件事投入 然後你在整件事的過程中的心態 有沒有改變 再加上你真的要是否負責任 踢球好摸 這又是一個條件 其實入選這對香港代表隊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大家剛才德能說過了 想約無家者 這對柱光周圍踢球的話 歡迎 歡迎 有方法的 Sunny說出你們的方法 東爸爸的聯絡電話 集音多了 94176099 放馬過來 Alan 隨時歡迎大家 數他11比0 他都沒怕過 不可以 不可以 但25日26日 去麥花神 幫我們拍手掌 一樣是這麼大分 大家一起支持 無家者足球隊 多謝大家 多謝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主要體驚發 電子書籍 只要你的 在電子書籍 搞到 适合 他 里差 跳 被 複雜